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麻烦你了 同学 不麻烦 等我这盖了张 你们就是合法夫妻了 平时每天来你们这儿办张的座吗 什么样的人都有 我这里曾经来过一个男的还有个女的 当然你是到这儿来办正的 后来你猜怎么着 怎么了 不是大姨你刚要落 旧赵村门突然开了 赵梁阳闯了进来 帮了两瓶玉米费 把这咋的乱七八糟的 您说完了没有啊 这跟我们结婚里面这儿啊 扯得也太远了 再说了 我们也不关心别人的事对吧 你盖张吧 你这怎么了 我不是在聊天吗 好啊 那你们聊 好 小米 对不起啊 董事 没关系 我给你办 给你办 好 拿好了 千万别理了 不会的 祝你们幸福 好 谢谢啊 但我认不出你啊 装什么算呢 能别 怎么了 没事 就是听那个更年期妇女啊 落里巴缩的 心烦 那好 换好了 这结婚可是你提出来的 你本来应该高兴才是 如果你这样的话 我心里也不会好胜的 怎么了 难道你还不容我不高兴了 就算我心里头不痛快 不痛快 不痛快又怎么了 你不痛快你可以说出来 我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后悔了什么呀 你怎么会这么说 我说过我后悔了吗 我不后悔 我后悔 狐狸 狐狸 别睡别睡 起来起来起来 起来起来快想想 妈 你干什么呢 我没看人家睡觉啊 严敏跟韩俊生办证去了 人家结婚了 你没戏了 真的假的 你照着镜子 你照着镜子 你看你这个表情 你看你这个表情 我是你丈夫 我还在这呢 你还装 你还装你不喜欢他 你敢说吗 瞎子都能看得出来了 你敢说 你给我管 干什么 老四 你是在炸我吧 那好啊 我就告诉你 我就喜欢他 人家要什么有什么 你有什么呀 你能干什么呀 狗屁都不入 我狗屁不入 我也是你丈夫 只要你们老骨骼 那点事不给捅破了 我就抓住了 你不敢跟我离 你敢 你敢 有什么不敢哪 好好好 不离就不离呗 这就对了 我去给人家当个小三 到时候我看你能不能受得了 没什么受不了的 这事我早就想过了 将来我挣了大钱 我一定要找一个小蜜 高的 白的 漂亮 是不是 还得年轻 二十 你去去去找 你去泡泥 你 你今天晚上你就给我带回来一个 让我看一看 不是什么难事 出门就能找着一个 老四我告诉你啊 我们家那五十万你还没还呢 你赶紧别花了 你还在这儿待着干吗呀 挣钱去呀你 我挣钱我也得有个本 我没本我怎么挣钱 我摆个地摊我都没本 你要给我本的话 我马上给你挣回来钱 五十万有什么了不起 两万 别再跟我磨了都磨到现在了 我跟你说啊 我就剩下这么多了 你哪去了得挣钱回来 你要是再赔了 离婚 你还是老婆得老婆 快点了 房上瓦片对我翻身的时候 何况我一个大活人哪 嘿嘿 赔不了了 这可行 妈 你们怎么了 怎么不说话呀 吃饭没事说什么话呀 你去把这个给小查理拿去 让他给我吃点 让我送去吧 这也是我做小姑应该的 小孩子烫伤多可怜呀 我都不知道怎么跟我哥交代呢 你们慢点吃啊 你干吗呀 你干吗呀 我心里不舒服 你说这严敏搞的是哪一处啊 昨天还在咱们家折腾呢 今天就闪婚了 怎么了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 你这个继父怎么当你啊 那 那你在韩俊生面前 怎么你说的话一点作用都不起啊 有什么事情说什么事情 不要老是挖苦人 什么叫挖苦你啊 本来就是 你在他们家呀 是一点地位都没有 你不要乱讲 你怎么知道我在家里没听 那韩俊生为什么不听你的 严敏听你的吗 归也是不听 现在这孩子大了 有几个听父母的 除非你把事情告诉她 说我是她的亲生父亲 这还差不多 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能讲 我警告你 我在小米面前隐瞒了那么多年 你要是告诉她 她精神肯定会崩溃 而且将来我们母女俩 我们和我 我只不是说说而已 我听你的 你干嘛这么激动 你知道吗 他们已经去登记结婚了 你的亲生女儿 马上要嫁进你们家 成你的儿媳妇了 这件事情 就更不能讲了 只能烂在你我的肚子里头 你清楚 你清楚 你清楚不清楚 清楚我能不清楚 你的心口 你的不容易我都清楚 是我欠你的 我欠你儿的 我会好好地补偿她 我会好好地补偿她 你不用管我 你只要保护好女儿就行了 做你该做的 做一个父亲该做的事情就行了 快ẻ 做一换 做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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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听到 就行了 穿了 别管演你 你别管的 去哪儿 你别管了 你带你去哪儿 那 你去哪儿 你没有想到我会来这儿吧 没什么想不到的 更意外更荒唐的事都发生了 亲生儿子居然被爸当成了妻婴 我老婆怀孕 我现在是有嘴说不出来 小敏她居然成了我嫂子 我亲生儿子的妈 现在居然成了我嫂子 我自己想想我都觉得可笑 你知道我现在什么心情吗 就像被别人捏在手里面 当猴耍你知道吗 我理解 你理解你为什么不去阻止啊 你跑到我这儿来 我就不信你阻止不了 你就应该拿出当年那个镜头 去大闹一场 你为什么不去啊 维闻道理还是意味着 就是钱 还是罕见的钱 对你更具有婚礼吧 你干谁说话 你别以为你看了 就是个祸狗司有什么了不起 我能告诉你吗 你重其量还是个穷小子 我恨是你毁了我女儿 要不是我女儿生下了你的孩子 她能跟别人离婚吗 她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吗 你赶快走 马上走 我永远我都不想再见到你 你不想见到我 我也要把话说完 古风我告诉你 我就这么 你就跟半个女婿似的 只要她选择了这套 你就乖乖地发嘴给我毕出 不然的话 对谁都没有好处 顾记住 我恨是你毁了我女儿 我恨是你毁了我女儿 要不是我女儿生下了你的孩子 她能跟别人离婚吗 她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吗 我恨是你毁了我女儿 要不是我女儿生下了你的孩子 她能跟别人离婚吗 她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吗 妈 严敏来了 你说这小阿姨有毛病吧 怎么这么懒呢 走 你看看 她知道她今天休息 她昨天不把这菜宅了 买的这菜花都是烂的 你看我这抠着半天了 都抠着不下去 怎么这样呢 又柴又懒 我来帮您弄吧 不用不用不用 你刚到我们家来好 不用不用 好点 这哪儿呢 你干 你来享享福 你是享福来的 真是 又化身回来 你指着小阿姨也指不上 连儿女都指不上 你还指不上她 妈 你这怎么了 没怎么呀 我说什么了 你们俩这个事 怎么着现在 我们俩已经把结婚证领了 领证了 那今天多炒几个菜 庆祝庆祝 喝点酒 别啊 咱们出去到饭店吃去吧 不用 我喜欢吃素的 咱们多炒几个素菜 在家吃吧 来来来 你上这儿抠 你把这都抠 我实在不愿意弄这个 你把这儿抠 这是怎么了 你妈她不高兴吗 不会是因为 跟你没关系 她就这样 你不了解她 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 妈 妈 你看 来人呢 亲家 你怎么又忙呢这 让孩子们忙嘛 你就歇会儿呗 怎么着 刚才说错话了吧 你喊什么了 亲家 怎么了 错了 真是莫名其妙 你这 我是开玩笑呢 从你还真当真呢 我们和古丽 老四 还在一起吃饭了呢 气氛可融洽嘛 让他们去买单的吧 亏你做得出来 古丽啊 你可得跟你妈 把这事说清楚了啊 免得她误会我 谁买的单呢 我们是没买 可当时你是想 让我们买来着 你看 你看 你们古家人 人怎么那么不上台面呢 真是 你可多向人老四学习学习 你看人多懂事 多会讲话 行了 我们家事 你就别搅和了啊 你说你来干什么来 是真的就是走错门了吗 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 其实我也蛮后悔的 我当初要是知道 我女儿生下你儿子的儿子 说什么我也不会拆散他们 其实你们不是把孩子也当弃婴了吗 咱俩家都有错误 好了 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 别提了 好吗 是啊 都过去了 你干吗还往我们家跑啊 咱们现在是没有关系了呀 你 你真是走错门了 庄稷 你应该去老韩家 你女儿不是嫁给韩俊生了吗 我老婆 我老婆 庄稷 有你这样当妈的吗 这事你怎么不管呢 你就认有你女儿 把关系搞得这么乱套啊 这事你真该管 你应该去他们 那是你亲家 你赶紧 转 转 转身 赶紧走 走 去他们的 好了 好了 我是来看孩子的 小查理在你们家 我是小查理的姥姥 我想孩子不行啊 查理呢 查理 是 是 这个我们是拦不住 这是你的 孩子呢 在 在屋里呢 如果你别大惊小怪啊 都不小心烫了一下 怎么烫的呀 严重不严重啊 你说 你说 你们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怎么带的孩子呢 太不负责任了 这也是 我赶紧去看看他吧 哈理 什么人呢 他是不是跳舞 都这样了 你看着吧 这 这 这严民 马上就得来了 这一回去 那个就来了 就 这 这 又得找你妈开骂 你干的好事 怎么能怪我呢 不怪你 怪谁 怪我 都是我 我就不该生你们 这些没用的东西 有什么用 我没干一件好事 你们赶紧 赶紧进过去 别让我看见你们 那我放忙了 哥 新婚快乐 新婚大喜 你怎么一个人过来啊 古风呢 他说呀 他公司有事 死活都不肯过来 不过他说感谢他自己 会过来的 严民 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开始 叫你嫂子了 随便 叫名字也行 叫嫂子也行 那你说还能叫什么呀 对了 小查理呢 我不知道你带过来的吗 别提了 他的脚啊 他的脚被那个鸡汤给烫伤了 什么 烫伤了怎么烫的呀 严不严重啊 你着什么急呀 家里有这么多大人在呢 亏不了他的 一定上药了 你说你怎么看在他眼睛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怎么能怪我呢 是古风他爸妈没有看紧他 跟我又没有关系 你怪我干什么呀 真是的 你说你能干点什么呀 我赶紧过去看看吧 你等等 还是我去吧 那怎么能行呢 怎么不行啊 刚才你们 我看你还是留在家里陪他们吧 秦北 我先走了啊 那行 见完了赶紧回来 再见 你还给我打电话干什么 你还想让我求你啊 有用吗 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说呢 咱们这 咱们这 怎么孩子一去你们家 都被烫伤了 你怎么大孩子的 能不能复电 你妈够了没有 你妈刚刚从我这儿走 我说你们现在到底想干什么 我告诉你小北姐 你要是再怎么闹下去 我就总陪到底 吴总 你可千万没怕这么大的火啊 小北姐还怀着孕呢 你可千万没被她发现了呀 去吧 喝水 你看 你看 来家都是客啊 你看你什么态度啊 喝水你就好好喝嘛 说实在的 小茶里烫成这样我还生气呢 你看我一句话都没说 对吧 就好像你是她亲的 我们都是厚的 我们也是她的亲人 比你还亲 我们知道怎么疼我们的孩子 心疼还烫成这样啊 也太不小心了 我们故意的呀 我跟你讲 在这件事上 在小茶里的问题上 谁说我们 谁抱怨我们都行 就是你没有资格知道吗 行了行了不说那以前的事了 你就说你今天 到底是来干什么来了 不会只是为了孩子吧 当然不会了 一个是看孩子 还有一个呢 我女儿呢 嫁给了韩俊生 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改变了 所以啊 我们该说的不该说的 你们就都别说了 既然我女儿将来要和小茶里一起生活 那就再也不会麻烦你们了 大家就相安无事 就当过去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 各过各的好不好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您的意思 就是说让我们 当笼子 瞎子 什么都没看见 可能吗庄金 你太可笑了 什么叫相安无事 什么叫各国各的 严敏都成了古风的嫂子了 多可笑的事啊 你让他们怎么面对 让他们怎么相处啊 别扭不别扭啊 那你说我怎么办 我拦也拦不住 他们已经怎么就拦不住啊 你不是厉害吗 你不是有本事吗 当年你不是 跑到我们家里 你劈头盖脸的 你对女儿吗 你现在怎么了 现在的能耐呢 这次事你才该拦呢 知道吗 你凭什么质问我呀 你们不把小茶里当妻 能有这事吗 为了解决这件事 小米跟韩俊生结婚 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再说了 小米对韩俊生还是有感情的 是吗 有没有感情的 你们自己心里最清楚 不用我们说 大家都有一本情仗 不用解释 越解释 越描越黑 越解释越乱知道吗 好好好 随你怎么想 反正我来 我就想告诉你 我们家女儿 为了生小茶里 已经离了一次了 那这次 既然她选择再婚 我们就维护维护她了 就算我求你 就算我求你 你们干着办 我走了 妈 你看见了没有 她就这么支持 这 这这这这 这严敏跟她妈一模 就是偷了韩俊的钱 行了 别说了 你婚怨谁呀 当年都不都是你呀 都是你干的好事啊 现在后悔你晚了 我该 走 别跑 别跑 你慢点 你别跑啊 还怀着孕呢 你看 做你的老婆真是幸福 福气一辈子了 可是我怎么看都觉得 那个严敏啊 根本就配不上你 人家严敏到底怎么得罪你们了 你们就这么看不上人家 反正妈都已经说了 说她这个人啊 特假 特虚伪 特虚伪 告诉她我是谁 告诉她我跟你弟弟 是什么关系 告诉她 我跟小查理 又是什么关系 你赶紧去 统统都告诉她 我巴不得你去 怎么 你赶紧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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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我的男人是 可我没你说的那么脏 你也不要骂那么难解 有本事 你也去找几个呀 找几个过来让我看看 就怕别人看不上你 我可没你那么脏 都嫁人了 居然还生下我弟弟的孩子 还有脸抱过来 你看看你说这句话 我听得都脏 你就是欠打 我告诉你 从今以后 不要让我再看见你 否则的话 借你一次打你一次 你打啊 你借着打呀 我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这一巴掌 我早该还你了 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 你不也希望弟弟 能找个有钱的女人吗 你信不信 只要我一句话 你就得从寒假的公司滚蛋 收敛人啊 谁怕谁呀 你太疯狂了 看我怎么受着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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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姐来啦 贝姐来啦 贝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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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丁 贝姐来啦 我都呢 她去见客户了 马上就过来 来来来 快坐 你呀 现在可是 重点保护对象 你一定要小心才行呢 这头三个月啊 可是最容易流产了 有什么好保护的呀 我啊 就跟铁打的一样 这间公司没什么事吧 没事 一切正常 怎 怎么了 没什么 随便问问 你怎么来了 谷总 那你们俩先聊吧 我出去忙了 让你回家了 回什么家呀 我本来是回家贺喜的 我跟她结婚了 我总要表示一下吧 可是你猜怎么着 新媳妇刚进家门 我妈就卧床不起 哭得稀里哗啦 就好像我家 进了一条狼似的 我真是从来没见过她那样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 言禀呗 话说得太难听了 说我妈妈听了不舒服 说我妈妈听不进去 我妈就觉得她动机不传 进我们家门 就是为了捞钱来的 所以说我告诉你虎风 这一次你一定得听我的 把这家公司也关了 然后跟着我玩一起干 行吗 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呀 你干嘛这么固执啊 这公司有什么好开的 真要是挣钱的话 你早就买房了 为什么撑到今天呀 不就是因为 赵的人 可以喊你一身小老板 不就是为了这张脸吗 你怎么说话呢 我告诉你啊 我的事你少管 你就死了那条心吧 你爸那公司我不会去的 不放 你就放着你的自尊心 过一辈子吧 这一次我的 疼吧 疼 那我轻点 查理 新妈妈给你上药 好不好啊 那我以后是不是叫你妈妈了 我跟你爸爸结婚了 以后就是你妈妈了 知道吗 爸爸在家里都说了 真乖 查理啊 来 喝点橙汁肯定渴了 行了 行了 别假惺惺的 孩子都烫成这样了 你们能不能负点责呀 你说什么呢 谁假惺惺的了 你以为我 我们是故意烫的呀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这不明摆的事 你们要是真心在乎的 他能这样吗 他能成气阴吗 还想让我相信你们 不可能 你说什么呢 什么气阴啊 你是不是来找茬的 找事来的 你现在就走 我们家不欢迎你 走 走 刘云 你干什么呢 孩子还在这儿呢 走走走 你说这不是承熙找茬吗 太不像话了 妈妈 查理 老爷 你叫我什么 妈妈 儿子 再叫一遍 妈妈 你怎么了 他什么要吵架 谁是其余 谁都不是 儿子 你记住了 就按古爷爷 古奶奶说的 在这儿把声迎好的再走 以后 我天天都会过来看你的 好 谁啊 来了来了 别说了 阿姨 不会不欢迎我吧 我又想来骂人了 你应该回家去骂 去跟你弟弟对吗 这都是他惹我 你选错地方了吧你 对 你凭什么说话这么理直气壮啊 当初都是严敏揣的他 现在可讨好 他嫁给韩俊生了 他这是什么意思啊 成亲找别扭是吧 可笑 他嫁给谁跟你有什么关系 有谁规定他俩不能结婚 是不是非得顺着你们家的心意啊 谁爱别扭谁别扭 反正啊 我们不别扭 你们算个屁 你算个屁 你是不是看上我新女婿了你 你 你什么你 你给我滚 呢 你不要让我再看见你 走 你走 走走走走走走 你别让我再来 什么东西 你看你 不是不让你来吗 你怎么还过来了 你这玩儿子烫伤了我能不过来吗 他已经睡着了你就别进去了 伤得倒是不重 就是不能乱跑了 我就看一眼 带回家也一样看嘛 你可能不知道 刚才古爸古妈 就已经很歉意了 拉着我 都说了好几个对不起 你说刚跟我讲完 你又进去 人家不还得说一遍 没这个必要吧 小敏 你真好 挺善解仁义的 看来我还真是有福分啊 闪魂没有闪错 没有取错人 那我也没有嫁错人呢 行了 赶紧忙去吧 那行 那一会儿你走的时候 给我打电话 我过来接你 放心吧 慢点啊 看什么人像 关不关 看这别扭是吧 既然你看这别扭 就请你把眼睛闭上 他是我丈夫 我怎么做都是应该的 你犯得着吗 有这么可笑吗 别扭不别扭 非要这样吗 已经这样了 我就是你嫂子 也请你记住了 今天的这一切 都是你们谷家人逼的 我不辨你 哎呀 嘴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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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过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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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就走了 你什么意思呀 你这是要干我们怎么 你就这么不想见到他 小米 如果你非要这么想 我们也没有办法 我们家人是什么样的人 你还不清楚吗 当初为了能让你和古风结婚 我们把老底都搬出来了 何况这孩子 他也是我们的亲骨肉啊 你以为让韩俊兄 做了他的爸爸 我们就没有付出吗 多少次 我们也想把他抱回来 该做的 我们都做了 都做了 那您告诉我您做什么了 想他的时候 把他抱回来玩两天 再送回去 这叫都做了 他到现在连个名分都没有 我这个当妈的 就算是再狠心 我也没有把他 交到外人上了 可我万万没想到 他居然能在亲爷爷 亲奶奶手里头成了弃婴 这事说出去谁信呢 这还是人干的事吗 您别嫌我说话难听 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我恨你 恨你这么对我儿子 那你希望我们现在该怎么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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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想要做个人 我也希望我们今天 这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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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想要做呢 还会